考古专家在宁夏雇员县口查 县城郊区处有十几座高三四米的土堆 没有人能说得出他们的来历 但专家凭借多年的经验判断 这土堆下一定藏有什么 初步挖掘结果确实证实了专家的看法 土堆下面被挖掘出了古墓 不过在墓门被打开那一刻 考古人员却脸色大变地喊道 快撤 随后当地军队也被请来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根据墓室外壁的腐蚀程度 专家判断这座古墓至少有上千年的历史 这令在场人又惊又喜 尤其是墓道上的壁画 雕刻精美 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然而灾难却不期而至 当墓室被彻底挖开那一刻 古墓突然塌方 考古队差点被埋入墓中 有惊无险 可是考古工作却被迫停止 上级部门知道死事后 特意派军队前来支援 在双方共同合作和努力下 先年古墓共出土了七百余件珍贵文物 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玻璃碗和流金银湖 它们是柏来品 来自波斯的萨山王朝 距今已有1500年历史 全国仅此一件 乃无价之宝 现存宁夏雇员博物馆 视为镇馆之宝 这座古墓主人是北州的开国功臣 票旗大将军李贤 也是个名门望族 所以其陪葬品所具有的后世价值 堪称不凡中的不凡 同时也证明了 早在以前多年前 世界各地区的人们文化商品交流